今天跟同学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 这个题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 如果我们不清晰 也无法认识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书法艺术的内涵 如果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那么学习书法就是被动的学习 而不是主动的 那么这种学习就不可能把书法艺术放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的背景下 提高对他的认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是什么 那么中国书法文化的内涵又是什么 这两者的关系又是什么 我就想跟同学们一起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研究一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 关于中华文化思想 历来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呢 叫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这个观点 对不对呢 对人啊 特别是在汉代 董仲书 提出了八十百家 独尊儒术以后 那么儒家的思想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个统治的思想 维系封建社会秩序的一种思想 但是等到社会乱了 比如汉代末年 社会动乱了 社会乱了以后啊 那么哪一家思想又抬头了呢 以老子李尔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又抬头了 那么魏晋的时候 出现了一拨人 这一拨文化人 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这些文化人啊 非常有意思的 社会乱了 想达到他们自己的那个政治目的 达不到了 达不到了咋办 我管不了国家大事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等下 我管不了国家大事 我把我管一管嘛 哎 一批文化人呢 清谈 玄谈 饮酒 服食 是不是 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 叫未尽风度 文人与药和酒的关系里面讲 这些文化人 服食就是吃药 吃午食散 喝酒 喝了酒以后吃了药 热呀 身上发热 所以穿宽宽大大的衣服 然后到外面去发散 这个时候这个文化人 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基本上自己不担了 没有担当了 就管自己 这个时候这一拨人 抬出来的思想是啥 以老子李尔为代表的道家思想 讲吴维 讲清谈 讲玄谈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砍大山 哎 就是砍大山 这就是所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交替的 等到新的一个王朝出现了 那么儒家的思想又抬头了 所以儒道互补这个说法是对的 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 儒师道三家 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以老子李尔为代表的道家思想 以释迦摩尼为代表的佛家思想 就是儒师道三家 事实就是这样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到当下 儒家思想影响不影响大家 当然影响 修身欺家治国平天下 对不对 当然对 对不对 讲人正 讲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幽幽幽以及人之幽 讲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讲无二三省无身 全对 还是我们现在的道德规范 行为规范 所以我说一下 一种文化思想 一旦成为全民 所吸纳的东西 成为全民的一种 自觉的意识的时候 它就超越了 这个思想的 创始人的 他所生存的 那个阶级 已经跳出了那个阶级的范畴了 成了全民的了 咱们现在你说 儒家讲孝道 共产党人不讲 咱们是全国还凭十大孝子 几大孝子 道理就是这样的嘛 对的嘛 他是对的嘛 他已经是全民的了 这种思想是全民的了 而已经跳出了 儒家孔子 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服务的这种思想 已经不是他们的 而是全民的了 全民的这种 道家的一样的 老子讲的 道可道 非常道 对不对 当然对了 一阴一阳之味道 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 道德经里边 给咱们讲的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道家讲的 夫系祸所夫 祸其夫所依 全对呀 作为一种世界观 作为一种方法论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 他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等到佛家思想 汉代传入中国之后 很快的和中国本土的 儒家道家思想 结合起来 你佛家讲的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对不对 当然对了 叫你做好事 别做坏事 那还不好 要叫你 自觉 还要觉他 啥意思 就是 心经里边 讲那个菩提萨陀 你们不是写心经吗 写行书 那个 圣教序 后边 附的那个心经 心经里面讲菩提萨陀 菩提萨陀什么意思 就是自救还救人 你看这观念多好 就是这些理念 实际上中华民族已经都吸取了 直到现在 你看 许多人下意识都有 你们说 咱们出了门了 走路一不小心 栽了一下 栽了一下 还没有什么大妨碍 下意识的 有些人就喊一声 哎哟 我米托佛 你我米托佛啥呢 佛教的净土宗里边就有一个观点 口诵佛号就可以消灾免罪逢凶化吉吗 就这种意识已经变成了下意识 就是变成了很自然的东西了 所以这是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了不得的 哎 当然佛家的还有佛家的世界观呀 方法论 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的 哎 好 儒师道三讲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对不对 对的 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 时间 你算 佛家传入中国是什么时代 诸位 什么时代 汉代 对不对 当然 有一个说法说是前代佛教就传入中国 但是没有更多的证据 咱们看东西要看证据 我们讨论问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 哎 那事实是 什么东西 地下出的文物我们要看 再一个就是史料记载 那么史料记载上有的说是前代 这是个别地方 更多的只是汉代 而且有证据 那么汉代西汉传入中国 儒家思想的完善在什么时候 春秋 是不是 道家思想的完善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还是春秋 好了 而且这中间还有个顺序 老子比孔子好像还年纪大一些 孔子还曾经向老子问道 孔子还整理过诗经 整理过译经 孔子整理完译经以后 孔子还发了几句感慨 哎 加我十年五十亿学艺 可以无大过意 给我增加十年 让我再多学点译经 我可以少犯点大错误 哎 孔子还说招文道 西子可以 东汉画像师里边 还有个孔子向老子问道的一幅图画 那么就是说 他们的成熟时间是在春秋 再往下推一点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吧 对不对 那么我想问同学们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 春秋战国之前 我们的先民有没有文化思想 啊 有 什么理由 什么证据 哎 所以咱们要研究 大家当然从直观的感觉讲 春秋战国之前 当然还有 几千年啊 那么那前边那几千年 不能没有文化思想 那文化思想是什么 所以 研究这个问题啊 让我们就注意到这样一些东西 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 有这样的符号 一个就是 左边这个符号 我们现在的什么图跟他像 什么图啊 太极 对了 哎 不能说他像你的太极 是太极像他 为他祖先嘛 这是五千八百年到六千年前的了 啊 老了 哎 了不得 这是一个图案 那边那个图案也是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 你再看上面那个图形像什么 现在有一家电视台 哎 疯狂为是台标吗 你说 现在许多人创新创新 你真正把古的拿过来拿得好 这叫发古而开心啊 哎 你你不能说五千八百年前的人 学的你凤凰卫世 应该是你学他的 哎 一个圆 一分为二 注意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这个文士非常的多 这是咱们邻居的 马家瑶 彩陶文士 马家瑶彩陶文士里边也是 你看 就是这样的 如果从首饰讲 就是这样 嗯 这是道家练功的一个首饰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就是 哎 你看是不是 再看 大河村彩陶文士 也是这样 哎 一分为二 再看 大西彩陶文士 哎 现在的太极图跟他就太像了 嗯 那你说 在创造这些图案的 我们的先民的意识是什么 有没有意识 不可能 那么精美 那么漂亮的图案 是一个没脑子的人做的 没有思维 没有追求 不可能吧 那么这个朴素的观念是什么 哎 我们再看一个 汉代的 汉代的福西女娲的画像是 哎 一男一女 哎 哎 还有一个图案是非常好的 就是 那个一个拿个龟 一个拿个锯 龟是啥 就是原规 跟你现在原规一样 锯就是个直尺 哎 没有规矩不可以成方圆 汉代的画像实就有 哎 这不就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吗 一男一女 好 这是一个 先看看感性东西 再看一些符号 甲骨票上的挂项符号 单数为阳 富数为金 哎 这就是挂项符号 哎 然后再看 请大家再看 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什么 那个是 钱挂符号 钱看更正 迅利昆顿 昆挂符号 你把你们写的那个字帖拿出来 石门送拿出来 看一下 石门送那个帖的边的正文的第二个字 你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这个昆挂符号 这就是昆挂 在一个西周的青铜器上的 镇挂符号 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 请同学们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史料上记载 周文王被囚禁在幽里而演八卦 而这个符号和图案是出在什么地方的 陕西周园地区 就周园地区 一边是陶文 那边是陶文 就是在瓦片上的符号 这个陶文是哪里 周园 就是周园博物馆 老周园博物馆的地方 就那出土的 那瓦片多着呢 那是那个馆长同志 送了我几个踏片 我说你给我那个典型的挂像符号 你送我几片就行了 瓦片咱们能要 要踏片 瓦片那是文物 咱们能随便要 西周的陶片上的 这个是西周的青铜器 那么就是说 在西周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 其中就有一个挂像思维 挂像思维 那么然后我们再去看 古代典籍上 怎样记载的 怎样叙述这个 古人讲 一有太极 世生什么 世生两一 两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啥 八卦定基凶 基凶成大业 那么就是说 在西周时候 人们用算卦去定基凶 处理事物 这种是客观存在 是不是 根据的啥 根据的就是 刚才咱们彩陶符号上 所表现的 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是什么 就是后边 道德经 义经里边 都总结的 一阴一阳之为道 那么就是说 这些图案 这些符号 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什么 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就是 道 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道 另一个观念 就是义 就是变 就是义和道的观念 义和道的观念 归结到一个字 就是道 而这个道啊 有别于 后来 封建统治阶级所讲的道统 我们跟他们所讲的道统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道统是讲 维护封建秩序的一套 我们所讲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的道 就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宇宙观 世界观 方法论的道 所以这些思想呢 是远在春秋战国之前 道德经 义经总结了它 孔子整理了它 孔子还发挥了它 孔子是个老师 教学教的好 教了许多学生 然后他把这推广下来 但是他的发明 不是孔子 也不是老子李尔 而是比老子李尔和孔子还在早的 我们的老祖先 前面啊 咱们说了一下中华民族传统化思想 我们把它小结一下 中华民族传统化思想 总体来讲 就是这样的 以道义思想为核心 同时融会了竹子百家 和外来文化思想的精髓 这才是中华民族传统化思想 完整的 为什么说道义思想为核心呢 那么就是说在春秋之前 中华民族的这种思想已经产生了 到春秋时代 如假和道假总结了他 确立了他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为什么我讲的是竹子百家 和外来文化思想的精髓呢 就是说不管是哪一家的思想 都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必须一分为二的去认识他 不能简单的 现在咱气场传统文化了 古人的啥都对 这就错了 古人什么都对要我们干嘛 始终记住一分为二 对传统文化思想也是这样 对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一分为二 那么就拿儒家的思想来讲 总体讲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讲仁爱 仁正 老无老一句人之老 幽无佑一句人之幽 讲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我而三省无身 这些观念都非常对 但是儒家思想里边有 还有一个 宁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 你觉得他都对吗 怕不完全对吧 还有儒家思想里边 将上至下鱼 对吗 恐怕不能这么说吧 把人分成了君子与野人 君子就要管这个野人 野人就只能是养君子 这个怕就不合适了吧 道家思想好不好 好着呢 老子里尔过这个韩国关 是过韩国关吗 做了道德经五千言 然后到咱们这周治楼关台讲经 那有个说经台 现在这是道教圣地 了不得的 影响很大的 那么你说 我问一句 道德经里边有一句非常好的 前边非常好 鸡犬之声相闻 好不好 鸡犬之声都能听见吗 这社会多好的呀 但是后边一句是什么 您治老死不相往来 好吗 小国寡民 把自己管好 不管别人 对不对 外边失火了 咱们在这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医术 能行吗 怕不行吧 外边失火了 没有什么 咱们这 对不对 必须拿着 就这端一段水 去把它灭一下 也算尽在那儿心吗 对不对 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 所以 每一家思想都有它积极一面 有它也不完全正确的一面 所以为啥道家把无为举起来 为啥举这个 搞清谈 搞悬谈 就是用了它消极面 没有用它积极面 竹子百家文化的精髓 好的面我用 不好的面我不用 这就对了 包括对于佛家文化思想 也是这样 一分为二 有我们可能还不理解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的 什么都是按照如是道三家的经典去遵循 那恐怕不 不完全可以 所以外来文化思想有好的 我们要学习 要研究 所以我说是中华民族传的文化思想 不是简单的如道户部 也不是简单的如是道三家并列 而是以道义思想为核心 融会竹子百家的思想的精髓 竹子百家当然包含的多了 墨家呀 明家呀 法家呀 阴阳家呀 农家呀 兵家呀 那学说多了 好的 拿来我用 所以前些人说是有一个工厂治理的非常好 问人家工厂咋治理 人家说用论语治理 还有问人家那个谁家 你这个经营怎么这么好 他是用的是孙子兵 兵法 兵家的思想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 凡是好的东西 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精华 而且这些思想是全民共有的 全民共有 这是我的理念 至于这些观念的体现有两个方面 第一 阴阳对立统一 而阴阳对立统一观 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整个的政治思想 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 你比如说政治思想 提倡法治与德治 一方面咱们强调一法治国 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德治国 你不能单纯一个面 秦始王用法家的东西 用过火了 用过火了 最后酿成的是 他只在中国大地统治了15年 就结束了他秦王朝的命运 为啥 你法治过火了吗 但是你也不能说光讲人证 光讲德治 不讲法治也不可以 他作奸犯科 危害社会治安 危害社会秩序 那咋办 对于那些拒绝改造的人 首先是个强制阶段 然后才能进入自觉阶段 就要对他实行法治 你不管能行吗 两方面 用现在咱们的话来说 就是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就这个意思 文物之道一仗一词 神美观念 中和为美 什么叫中 喜诺哀乐之未发为之中 法尔街中结为之和 就是发出去了以后 合乎分寸 合乎规律 合乎情理 这叫中和 神美的理念就是这样 而修身处事 是中庸之道 不偏之为中 不义之为庸 就是中庸 中庸对不对 太对了 你说你做人 一个人 你头上长脚 身上长刺 看谁都不顺眼 好像社会都欠了你的 你还能有朋友吗 你肯定没有 你就是孤家寡人 没人理你 你见了那个同学 忍一下 让一下 同学之间有了矛盾了 你去活活悉尼吗 人们内部矛盾吗 有啥大不了的吗 你让一下 他让一下就完了吗 跟咱们搞字的结构一样吗 左右结构的字 这边闭一下 那边让一下 这边救一下 就完了吗 就这个道理 所以修身处事 中庸之道太好了 所以孔子家 文之彬彬 始为君子 就是 所以要文之彬彬 你就得有这个理念 再一个中医治病 干脆 中医治病 四真八刚 四真是啥 忘文问切 好的医生 首先是看 一看就知道 左肝右肺 哎呀 这个小姑娘 这个肝须 为啥呢 脸上苍白 这个肝须 可能还有耳鸣 还有啥 肝竹目嘛 眼睛可能肝涩 都可能产生 他就先是看呀 下来才是问 问你的病人啥样的 所以咱们有些人不知道 是啥 那医生 你还一摸脉搏 就知道你啥 病假不用开口 辨知病情如何 那还都是 另一回事情 而治理病是啥呢 讲的是八个要害 钢灵性的 就是阴阳表里 虚实寒热 讲阴阳表里 虚实寒热 脉搏一摸 哎哟 说是你这是 食热 上交有食热 有食热咋办 食则卸之 开点卸药 你比如说年轻小伙子 脸上出戒子 春天最容易出 春天 春天最容易出肝病 春天脸上出戒子 出戒子 西医一看 小伙子毛当眼 抹腹松去 或者皮彦瓶 不行了还得打青梅瘦 青梅瘦要过敏 打头包 中医一说 哎哟 小伙子 上交火胜 黄连上青丸三包 拿回去吃去 吃完了以后 可能还要拉点肚子 哎 你就按他的祝福去 食则卸之 早上吃一包 中午肚子就咕咕乱叫 下午可能拉肚子 晚上再吃一包 半夜再拉一下 第二天早上 你脸上就 脸上马上轻松了 食则卸之嘛 这中医治病就是什么 虚则补之嘛 当然不能乱补 再加上现在吃药 也跟未进时候 吃药也是个风气 也是风气 吃药乱吃 乱吃补药是最麻烦的 你不该补的 你不是说你本身就羊抗 你再吃药 再吃点补羊的药 那你就完了 那你就是活上加油 这是一阴一阳 治病就是调和阴阳 顺道说一句 前几年有人反对中医 说是中医不科学 我告诉同学们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中医是咋来的 咱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中医是亿万年来 中国人用命换来的一门学科 你说他科学不科学 拿命换的 对不对 神龙是尝百草 尝了百草才知道 哪个草走哪一经 哪个草治什么病 哪个草能咋样 它是实践出来的 实践出真理 真知 你说我偏不信 好不信 中医给你说了 吃了八豆 要拉肚子的 吃多了 把人会泄死 拉肚子拉死 你说我偏不信 我把八豆 当炒黄豆吃 那你就找死吧 还有马前子 马前子中医上记载 那是有剧毒的 但是治什么病 治症 有治疗的人 把那个熬成水 熬成水后 跟那咖啡颜色一样 拿那个去洗 它就消炎 很快点 很快点 你不是说你今天是 种的疼的不行 你晚上就熏它 二十分钟 洗二十分钟 你洗完了以后就轻松了 但是不能入口 你说我偏不信 我看着像咖啡 像红茶 对不对 那你去喝嘛 找死去吧 所以它是实践得来的 中医治病 就是巧合人的阴阳 再一个文学观 文学观点 咱们讲文学观点 讲豪放与婉月 豪放中有婉月 婉月有豪放 就是一个词人 也是两面 不是一个面 不说古人 说现代人 宋词是这样 那么现在词还是这样 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有两首词 一首就是最伟大的词 清元春雪 多好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往长城内外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 顿时滔滔 山无银舍 圆池那象 于天空 势比高 虚晴日 看红装素果 分外妖娆 上半圈 写山 把净开的山都写洞 下半圈更厉害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净遮腰 这些英雄咋样呢 西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少训风骚 一代天交成绩四汉 懂什么 指食湾宫设大调 把古往进来 评价完了以后 最后一句 巨王以 万涛进 千古风流人物 你们都走吧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看谁 看共产党人 看毛泽东自己 多豪放 豪放之罪 古今词里的豪放之罪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词人 还写了一首 还写了一首 只有用南方语音念才好 就是那一首 我是娇阳 君是柳 阳柳青阳 只上重笑酒 好婉月 好细腻 好深情 对不对 大理书一 那首写的多好 我最爱听苏州平潭唱的才好 所以 事物一分为二 豪放于王月 也是地理统一 一分为二 至于古代词人 那例子就太多了 大家都熟悉了 我就不说了 就拿现在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这是一个观念 另一个观念 就是义和变的观念 就是在《易经》和《道德经》里面 所表述的天行见 君子一致强不息 穷则变 变则通则酒 咱们现在提出一个口号 叫四个字 叫与时俱进 不就从这来吗 天行见君子一致强不息 事物在发展 天体在运行 对不对 你叫自强不息 你不能停顿 你不能跟我一样 连个电脑都不会用 这就不可以的 你现在手段你不用 白不用 它多好的 为啥不用 要与时俱进 在一个穷则变 变则通则酒 我想给同学们 盯盯一下 这一条非常要紧 不管你是搞学术 还是你做人 还是你做事 你把这一句一定记住 穷则变 变则通则酒 它是哲学意义上的 就是事物发展到顶点 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所以我给同学们常说 我说你啊 取得了成绩 你别骄傲 人家给你撑腰呢 你别把尾巴翘起来 对不对 你骄傲了就可能出事了 对不对 再一个 你困难到几点了 你记着 祸不单行啊 为啥祸不单行 祸是阴呢 熟阴就是二啊 祸不单行啊 无路又造什么 连夜雨 船破又遇 大头大风头 对不对 这就是倒霉嘛 记着倒霉到几点的时候 明天就是灿烂的阳光 穷则变 变则通嘛 通则久嘛 通了就久了嘛 所以啊 这个总的来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 就是这么 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阴阳对立统一 一个是义和变 最终是一个字 道 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 我们对它的认识 这个 一旦产生之后 这种思想 就具有了 全民性 全民的 不是从属于哪一个阶级 也不是奴隶阶级 奴隶主阶级 独有的 也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独有的 而是全民的 这些思想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一